Hello 我是金融老師 我們有了乘方的計法跟運算 還有簡單的先介紹四個指數率 我們就開始來做一些很基礎的題目 我們來看第一題 第一題是說625會等於5的幾次方 那麼所謂5的幾次方就是有多少個5相乘會變成625 那我們就可以如果說心算快的 當然我們就可以知道625是25乘以25 那25乘以25的話 就是等於625是25去乘以25 然後再來25又是兩個525 所以這有兩個這有兩個 所以就5的四次方 但是呢金融老師也提供一個方法 就是說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去背那個平方的一個平方數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透過簡單的去做一個短除法 就625呢我們可以透過用5去除 所以這5一得5 5211525 那再來5呢 5211525 再來用5 再來5 所以就會得到5的四次方 所以它就是5的四次方 我想第一題就是這麼的簡單 那再來呢後面的題目我們就可以開始去思考 括號的平方代表的就是這個括號要兩個括號去做連成 就是這個括號做兩個連成 所以上面等於連成的數目 下面就是主角 我們就變成說我們會有兩個括號做連成 那裡面是負3這負3 那再來負負得正33得9 這邊就是等於9 那再來掛看第三題 第三題要特別注意 這個負號是在外面的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6的三次方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3只影響到這個6 也就是說3的6連成 但是成完之後小協這個負號在外面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就會優先先把這個負號寫在外面 那答案就是6乘6乘6 那我們就會知道6636 那36再乘6的話呢 我們就變36再乘6 66363 63就變成216 所以答案就負216 我想同學們這樣就會比較清楚一懂 括號4跟5呢 要讓同學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今天括號裡面是負數 我們要知道的是 當次方是基數的時候 它是正還是負 當次方是偶數的時候 它是正還是負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透過 括號的三次方 就是說有三個這個括號連成 同學們應該永遠記得 它的那個定義就是這麼說的 那這個不是在死背技巧 這個就是一個對定義 有了定義我們才可以繼續用我們的邏輯 清晰的把題目去做最精準的計算 就三個括號連成 所以這邊會出現三個括號 那新算好的同學就直接算 那就是負二 負二都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 負負得正 有個負號在這邊 所以二二得四 四二得八 當然就是負八 那再來就會變成括號五 括號的四 就是說四字方 就是說四個這個括號連成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二三四 變成負二 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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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負負得正 負負得正 最後就是正 那二二得四 二二得四 四四十六 所以我們這裡就可以做一個conclusion 如果說我們當然不是要用同學們來背這個結論 只是說讓同學們在做題目的當中 我們可以衍生成為自己內部 把這些東西內化到自己的心裡 那我就會變成一個很快的反數 反應的反射動作就會出來 如果今天裡面是括號是負的 只要碰到奇數最後就是負的 如果括號裡面是負的 碰到偶數就會成為兩兩成對 兩兩成對 兩兩成對 兩個在一起就正 兩個在一起就正 所以每個都負負得正 負負得正 然後就像一對一對的這樣子 到最後就是正的 那以上是我們的結論 那希望這五個非常簡單的題目 能夠為同學們奠定一個成功邁出去的一個腳步 希望同學們加油 加油